崔山右眼的南投灯会落幕 而这些花灯又是如何处置呢 太平情义科大在地方明代的亲信之下 获得了一金大学制赠 南投灯会拍照打卡最夯的金珠花灯福嘟嘟 来成为校园内的另类装置艺术 而谢福会表示 透过捐赠可以延续花灯的效益 还可以为情义科大的学生带来福气 一金大学规划设计院院长崇勤一科大校长手中 接过感谢状 同时也赠送纪念品 感谢一金大学捐赠金珠花灯 放置在请一科大的校园内 让南投灯会的热潮延伸到台中 我们规划在元宵节的时候 我们有大型的灯笼 那在端午节的时候 有大型的龙舟 中秋节我们有中秋节的巨异像的作品 还有圣诞节四项作品让学生来打卡 让我们学生觉得说 在学校里面除了在工科的专业技术学到以后 还有很多文艺的创作品 在这个地方展现出来 众人开心的更金珠花灯留下合影 南投县服表示 灯会成为南投县每年的特色景点 而其中一金大学所设置的金珠花灯福都督 今年相当受到民众的喜爱 成为热门的拍照打卡景点 在地方明代的牵线之下 顺利促成这桩美式 增加校园的景观丰富性 这个金珠在我们今年的南投灯会 展期期间在我们入口处摆设 然后受到大家民众的欢迎 那当然我们群衣科大 也看到这么好的一个金珠的花灯 那也透过那个大家的协调 然后沟通 最后促成了这样子的一个金珠 今天在坐落在我们的这个 群衣科大的校园里面 那这座花灯将现代感融入花灯的艺术创作之中 那浮嘟嘟的金珠花灯不但造型非常的讨喜 逗趣也具有特色跟创意 在灯会期间闪灯的民众都非常的喜爱 草力上设置两座大金珠 以及六座小金珠花灯成为另类的装置艺术品 搭配旁校园中的燕林大道 拍照起来相当的有气氛 下方表示 每晚七点时将会点亮花灯 让学生、民众认识南投灯会之美 这场专案台中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